部分增加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 目前這已經有了 我把它先刪掉一下 在上方 特別開發人員的面板上面有個插入 表單控制項這邊有一個按鈕 特別注意 底下有個Active控制項也可以增加按鈕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用那個表單控制項 因為表單控制項加按鈕的話 你直接拉一個按鈕 它對應到一個SUB 那如果你用Active 這個也可以不過它必須要什麼 要再撰寫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當click的時候 才去呼叫 所以相對的會比較麻煩 是可以 可是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用那個所謂的表單控制項裡面按鈕 使用的方式點選它之後的話 直接在空白處拖拉 拖拉固定大小 多大多小由你自己決定 把它放開 這個時候它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按鈕呢 將來要連結到哪一個 這個聚集啊 實際上就是SUB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 這個門號選起來 那我習慣是把這個門號兩個字複製一下 複製好之後按確定之後 再把這個按鈕刪這三個字 把它刪掉 把它貼上 因為剛剛有複製嘛 複製貼上 那其實為什麼要複製啊 主要是把那個兩個字貼上 這樣可以少打兩個字而已啦 其實沒有太大作用 主要是少打兩個字而已啦 好那 再來的話 一樣的方法就是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 一個 第二個按鈕 不過特別注意 第二個清楚 我是建議啦 我的習慣 我不會重新再拉一個 按鈕為什麼 因為你在拉一個按鈕 怎麼拉都不會一樣大 很麻煩 因為你就說真的啦 即便你很接近 很細心 仔細看 你還是會稍微 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是建議 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我習慣的方法是 直接乾脆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用這個來改 有沒有 以後如果你有好多個啦 你乾脆就先做一個複製來改 我自己個人習慣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然後把這個地方一樣 改成清楚 那改清楚就按右鍵 再指定 聚集 然後把它改成 門號 OK然後這邊的話 直接一樣 移動一下位置 然後 再把這邊delete掉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雖然它上面也還有一些 功能 我看一下這兩個 其實如果說你要對齊啦 這邊上面如果你選取狀態 上面還有格式 格式可以讓你群組啦 或者做一些動作 不過好像這些功能都不是非常好用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做兩個按鈕之後 再按一下執行 它會有執行動作 就是 按下它去執行剛剛的那個sub 清除的話呢 就是把剛剛的東西清掉 所以你剛剛的東西 如果你 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 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基本上呢 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部分就是 增加按鈕 並且可以讓你執行那個sub 那未來如果說你有比較複雜 反正 任何的sub 通通都可以藉由什麼 藉由開發人員裡面的那個 表單控制下 去幫我們做執行的動作 OK 那這個部分呢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待會我們還要再來看就是 剛剛講的插入制定函數 剛剛講那個制定函數 那目前你會發現呢 我把那個 因為剛剛的那個 Function刪掉了 所以現在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的Function 不過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要增加那個按鈕的話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OK 請各位先把那個按鈕 這個按鈕部分 先完成